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來到泰子 今集想去試一試鐵板餐 在網上看到一間餐廳 鐵板餐都不錯 這間餐廳叫金翠餐廳 而且行午茶有個飛碟餐 其實現在很少餐廳有飛碟 所以想去試一試它的質素 看看它的質素是怎樣 要去餐廳我們在泰子站 私宜出口出 出來後會見到馬路 我們走到藥房那邊 過完馬路後我們繼續向前走 很快會見到荔枝角度 上面有一條天橋 我們轉右手邊 再走幾步會見到金翠餐廳 金翠其實做了九年 是這區的人氣扒房餐廳 因為我們想來試下午茶 所以我們要兩點半到達 同樣都是一間小店 面積都不是很大 一眼看得光了 另外桌子我覺得比較小 以及比較大 因為餐廳當時的客人不多 我又坐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三人位 但工作人見到我叫三個餐 便安排我坐一個四人位 桌子面會更加闊落一點 雖然我現在是坐一張四人桌 但如果真的四個人坐的話 應該都幾逼客 除了地方比較小 我覺得環境都比較普通 但工作人態度幾好 金翠餐廳有一點我幾喜歡 就是它門口放了很多價錢牌 所以未入餐廳 可以知道裏面有甚麼食 以及價錢是多少 現在我們看看價錢 金翠下午茶選擇力都幾多下 只在這個餐廳已經有18樣東西 最便宜的是20元起 最貴都是32元 就是這個金翠特色包 但我最有興趣就是商品飛碟 另外這個炸雞比拼薯條 就是茶餐廳經典的下午茶之一 下午茶供應時間是2時半至5時半 如果是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就是2時半至5時半 看完下午茶我們就看鐵板餐 金翠全日免收加1 扒餐的選擇很多 除了這邊後面還有 最便宜是龍荔樓68元 我今次會試美式雜扒 因為可以試多幾款食物 價錢是94元 後面的鐵板餐價錢會比較高些 最貴是美國特級肉眼188元 另外頂級西欄168元 這些鐵板餐全部跟餐湯、餐包和奶茶咖啡 蒜蓉加2元 今次我叫了兩個茶餐和一個鐵板餐 因為餐桌比較小 所以擺完三個餐後 公牙了很多地方 餐湯我選擇了羅宋湯 原本我選擇白湯 但原來羅宋湯是它的得獎湯 所以試一試 這碗羅宋湯的份量正常 不過料很明顯加多了給我 它的料其實煮得都幾軟 吃起來味道不錯 我覺得味道都幾好 不過如果你說得獎的好湯 我覺得好像未必可以 飲品我們有三杯 第一杯我們先介紹這杯咖啡 這杯熱咖啡份量都不錯 但我覺得這杯咖啡味道比較一般 這杯奶茶好像放得比較多奶 所以它喝起來很滑 但我認為質素只是中上 因為茶味好像比較淡 第三杯飲品我選擇了華田紅豆冰 要加10元 我覺得它柯華田味道會比較蠢 另外它下面也有不少紅豆 所以喝的時候就可以吃到很多紅豆 我覺得華田紅豆冰 其實就比傳統的紅豆冰更加適合我胃口 我們先看看下午茶 這個就是雙拼飛碟24元 我選了一份香蘭魚拼芝士 我自己印象中飛碟其實流過一段時間 我覺得都幾好食 但不知為何現在就好少餐廳有 見到這塊飛碟它兩邊都有少少的金黃 這塊飛碟它裡面有芝士和吞蘭魚 再加少許沙律醬 餡料都幾豐富 也可能因為我很久沒有吃飛碟 所以這個飛碟特別好吃些 第二個茶餐就是這個生炸雞腿 再配薯條 這個下午茶餐是30元 薯條真的炸得很脆 而且裡面的薯仔的薯味都幾重 因為這個茄汁味道相當不錯 所以這個薯條一點完茄汁之後 味道就更加好吃 接著就看看炸腿 先講雞皮的部份 我覺得雞皮炸得很脆 如果講這部份來說就相當不錯 雞肉的部份就有點不同 雞皮下面的部份的雞肉就OK的 幾好的 但其實邊位的雞肉就會比較乾和比較硬 所以我覺得雞皮的質素就一般 鐵板餐就跟著餐包 我看到餐包就普通通 沒有特別的 另外摸到餐包就比較乾些 牛油就不會說雪到很硬 所以要擦也很容易 不過包就不是說很熱 實話實說餐包就相當普通 好現在下汁了 美式雜扒就94元 這個雜扒我就加了蒜蓉 今天就加了兩元 雜扒有什麼扒呢 有雞扒、豬扒和牛扒、腸仔 下面還有些薯條 我選了這個黑椒汁 我們先看看第一塊扒 第一塊扒是豬扒 就是最大塊的 除了大塊之外 都是比較厚一點的 雖然它有分差不多的厚 但是吃的時候它不會說很硬的 而且黑椒味再加上蒜蓉 味道就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這個豬扒其實質素相當不錯 牛扒其實就有兩塊 不過兩塊加起來都不算很大塊 還有牛扒就比較薄些少 牛扒就應該比豬扒就硬些少 不過因為它切得很薄 所以吃的時候就沒有問題的 另外都吃到它裡面的牛味 加上黑椒汁我覺得跟牛扒就比較合 所以它的味道都不錯 最後我們去看看雞扒 看到雞扒也不是特別大件 另外這個雞扒我覺得它味道 就比較敗爛少少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三樣扒來講 我最喜歡都是豬扒 雜扒餐除了三件扒之外 還有些腸仔薯條和菜 腸仔的質地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它煎得蠻好的 這個薯條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薯味比較明顯一些 現在我們看到一張單 我叫了兩個茶餐 再叫了一個雜扒餐 因為雜扒餐加了蒜蓉 所以就是96元 另外華田紅酒冰再加10元 總數160元 我們今次吃了三樣東西 那兩個茶餐來講 飛碟就不錯 因為真的太多好吃 另一個茶餐就是炸腿 炸腿就差少少 雜扒我覺得這個豬扒幾好吃 還有那杯柯華田紅酒冰真的幾好喝 如果大家想吃鐵板餐的話 金翠可以考慮一下 特別如果大家同一樣 都想試一試飛碟的話 都很值得過來試一試下午茶 今集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